每一粒小粽子都有他自己的最小大的一個體驗 他自己也是一個宇宙的一個中心 他總會有他自己的一套體驗 在一個大漠的世界 你本書西其實應該有什麼態度做到 可能自由 盡可能開放 盡可能包容 甚至呢 盡可能欣賞一些德立道行 有德立道行 還有自己的想法 我經常說 我經常和你剛才說 一間大學精不清楚 最重要是有幾個怪人 在一個班上 見到怪人 見到鼓勵精怪的想法 愈多人敢去挑戰你 你已經覺得不開心 所以無論是作為一個老師 作為一個大學機構 就不應該是他捱憶這些多元靈略的方法 應該盡可能去鼓勵他們 盡可能去尊重他們 而我自己的經驗就是這樣 譬如我自己是上九十年快讀書 即是高軍校長 現在人們很高興高軍 最出名的就是 你的過來是一個很大魄 程度很貼憑 即當時我們很文漢 即是馬國沒有自己成功 有很多觀眾的 upgrade 解不得了 嗯 美人的時候還是一開始 就是這樣的動作 不會是一開始動作 然後你送給欠償 那很多武林精怪的想法 就想 有是出名的示威人 推鐵馬 但後來看回頭,在一個這麼自由的風氣,自由的行程之下 這個,很多人做了很多的行程,有很多的行程 今時間在社會裡面,其實都是在一些很頂尖的 是帶來一些很新的想法的人 我覺得這個是很精彩的 我會覺得這種的暴容,或者這種的詞音都好像很少 的會是 我只是看其他學校上都希望一些學生 你要有體貌,你要尊重,要看臉 其實要看臉是很喜歡說的 年輕人都叫人家去看臉 但是,其實這些是不是又是另一種對於思想上的同學呢 當然,因為年輕人的世界越來越大 所以我想這幾年香港的轉變 你看到年輕人,事實上 年輕人對舊友的秩序有越來越多的質疑 越來越多的疑問,越來越多的挑戰 而舊友的秩序的人可以感受到威脅 所以就開始有那種多人的說法 就轉來了 就是希望,我剛才所說的 年輕人要A,要B,要C 要C,要C,要C 到頭來,你不可以離英文道 你要重規動它 你不可以影響它的權威 你不可以離開我設定的框框 這種想法,你剛才所說 正正是對年輕人最大的藥重 對年輕人最大的不尊重 所以其實不單是年輕人的學習 我覺得是現在的大人 其實香港絕需要學習很多的大人 這種是不是其實就是作為一個大人的修養 大人的修養就是你能夠遇到一些小朋友 或者是他需要,就是他青春的人 他老大還在發展著 一般人,他有他自己的 是不是你會不會覺得 其實反而是你大了的人 甚至是上年紀的人 缺乏了這種包容 甚至缺乏了這種修養呢 我覺得不僅僅是包容修養 當然重要的是我們都要成為一個 就是剛才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大人的修養 所以因為我經常都變得很快 就是科技的,新科技的出現 新的官年的出現 新的社會問題上 其實不僅僅是智必僅是青人 包括你所說的大人 其實都是需要學習 所以包括我自己的修養 就是我們可以說 就是所謂大人的世界層 一定是合理,一定是對的 所以我都不介意態度的問題 就是在知識層面上面 在生態層面 其實我們整個城市 所有的香港人 都是需要重新的思考 那你覺得落後那些呢 自己都比你進入世界的程度 當然是落後的 就是可能我們要狠窄 就是在高度可能要狠窄 所以其實我都會說 給你在香港 我們有時候的狠窄生活 香港現在其實是收縮著 我們的報紙 我們的陳述 我們公司 討論完 我們的生態和水平 我們的外界 我們的多數 其實是一路路狠窄 或者一路收縮的 所以這個正直影響 我們整個 所用人的知識層面 問題 所以這個 不是一個小問題 其實是一個大問題 就是反射的問題 是啊 從學習的生態 面對世界態度 實在在的 知識層面上面的 實際性的養衡 其實我們大家 不得逆真的使用 而我們其實沒有什麼 本質的 就是自我感受 我們要先說 我自己這幾年 有一個很深的感受 就是 我有一個 叫做崩革 其實我們教了很多 例如是 崩革 是沒有辦法 理解 新的世界 各種各種各樣的 提前 所以 大家不用 忠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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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千萬不得所有的責任 放下去 是 不是年輕人 是 年輕人 其實不是 然後更加 動聽 就是一代 不二一代 千萬不得這麼忙 我看到的年輕一代 其實很多 很多 國下行李 帶一本書去旅行 我是拔責生 床辦人王庄安 夏天很多人覺得自己的頭上 如果有鼻 是一個不正常的跡象 那些美是哪裏來的呢 通常來說 是在無浪裏面出現問題的 一定要找一些專業人士 好好地 將這個問題解決 否則 再隔離內 你就變成了 會大量的頭髮 你都有關於頭髮的問題 立即打來 55668 299 發在生 互發專家 會在逢星期二 晚上10點半 再創傷機節目裏面 一一同理解答 還會送出 頭皮檢測 和建發護理服務 立即打來 55668 299 再創傷機 發在生 令你自信 翻過來 教育局的副局長 初兩年的長子 在墮樓身亡 大家都會見到 教大民主場 貼了一些不理性的言辭 我覺得 是不能夠接受的 教育大學的學生會會獎 例如請 假設這個 真的有一個同學做的 學校不認同 他這個說法 所以他翻牌 而去追究 其實會令到 往後 其他學生 都會怕 小日在民主場 貼了些什麼 而學校又不認同 即是間接一個 白費恐怖 在校園出現 另外校生在整個 他就來 都會做老師了 然後怎樣教學生 怎樣看 學生 如果在教學工作 通常 羅斯當然要學習 怎樣去補助中難的難場 交由自己學生 決定 如果這個 他要決定 學生自費 比較清楚 就算我覺得這樣很難 如果有學生 都覺得我願意 就要學生自己去承擔 他將會見到的壓力 和責任 陳之雲 郭之仁 陳聰 在呈朗的一天出發 雷霆八八一 講香港人話 帶一本書去旅行 主持 阮子健 嘉賓 周寶松教授 在大學看人民風景 繼續跟周寶松教授 講一下這一本 再 有一個問題 書裏面有一個章子 是講了 朱山律動 整個過程 或者之後的看法 對啦 這件事已經過了 但是 為什麼好像很快 好像發生的 但是現在 已經是沙門的光景了 平衡社會好像很靜 我這種感覺好像 一切都 關於政治的所有的靜脈 會不會真正 會不會感到 這種靜外 會不會從來 會不會是正冊 覺得很國際的感覺 我不是自己做回體的感覺 一切都好像靜了下來 到底是不是真的那麼靜 以前躁動 講返入 現在都在甚麼感覺裏面 我覺得 有一樣東西看的就是 這個初疫症 我覺得是不表現的 或者這個是暫時以散運動維持了79天 甚至可能在場面要派下去 整個運動的時間就是有過百萬的差別 而過百萬的差別裏面 我相信在二三運動對整個香港人心的轉變 對很多人的生命實實在在的衝擊 其實是留替了在門的 所以我覺得二三運動的東西是消失了 連你所說的政令是暫時的 所以這一兩件事是很重要的 第一件事就是我們不要逃避這段歷史 或者沒有有意乏意地掩蓋忘記這段歷史 他都是很想用一種在位置或者在位置 很想將它抹走了 是啊 很想嘗試在整個大的歷史 抹了這一件事 所以我就說這個是它有發生過的 所以我本書裡面有一篇文章 叫做守護記憶就是守護自己 其實我們在說六四 就是說我們不能忘記六四 因為六四其實那段歷史是我們數到香港的歷史 所以你忘記了那段歷史 其實你是在背叛自己 那同樣道理我覺得 以三二十五道理 對香港的影響對香港人的衝擊 是應該是比二十八年前的六四更加厲害的 我們正正是不應該用民口有意無意地去遺忘 掩蓋或者當它不存在 我到現在還覺得其實以三完全沒有過去的 而我們對以三 我們需要對以三 以三運動不僅僅是一種情緒 過三年之後我們應該更加 有種更加知性的 理性的態度的形式 曾經發生在我們的歷史 大家一起去想怎麼走下去 你想一下 我首先覺得以三是一個分水量 你想一下這三年香港的政治轉變 這三年香港的公共領域裡面所用的智慧 是在二零一四年之前 是基本上未成員過的 所以你看到現在我們講的什麼 政治反 良心反 威權法治 而我們再講的命運自主 命運自決 但是很多在現在我們公共社會裡面 討論用的這些概念 其實之前是沒有的 整個社會不能用一種很認真 很理性的角度 很理性的角度去見 但是我現在要明白 所以我現在要是看 有關火力的角度 所以我可以放下 但是我們要在大地上 是在大地上 兩次的角度 有關火力的角度 放下 有關火力的角度 有關火力的角度 我們社會各種各人的問題 要想想怎樣解決它 還想你以為用以前那種方法 談不妥了就用錢來解決 用錢不妥了就用武力來解決 就是鑑響 Connection is Connectful DQ你來坐牢 你玩這個遊戲 你坐牢 用這種罪在文明社會裏面 被人覺得最嚴重 我十歲少年來在香港 我在香港生活這麼多年 我很真心說香港有很多學精彩 而你真的要用我們很喜歡說什麼競爭力 其實那些才是香港真正的競爭力所在 但是樓很快 其他隔壁的人真的會起高過你 其他城市會起高過你 甚至錢人可能會賺過你 但是你的精神 你的文化 你的鴿鯛 那些東西是 你所說的不是那個錄台 搭一個很美麗的台 原來那一堂景 不是那一堂不景 我的東西呢 先是至差整個城市的最有美麗的 最美麗的風景的部分 是這些東西 而我們只要見不到 即是如果香港人自己見不到自己最美麗的那些東西 而是我們很輕易地將它放棄 那其實是我們的指揮掌聲 我們是這樣才會對不起我們的下一代 由我們的教育 如果只見到阿宗所說 見到那些最冠冕堂皇的東西 但是見不到阿宗所說的 見不到做人 見不到對價值的追求 對真理的追求 見不到一個自由開放寬容的大學校 以至整個社會 對我們這個城市的重要 其實果然才是小學生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看周珊這本書裡面 應該有這種感受 我很希望 所以我之前沒有什麼機會公開講 其實這本書是我心底裏 其實繼小王子的寧願之後 第二本書是送給香港人的禮物 所以我們都感受到這本書 你和你老婆 有一種傳統 謝謝你 好 今集謝謝 謝謝教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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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集很感謝周寶聰教授 來跟我們介紹他這本新書 在乎 聽完他說這本書 老海裡面浮現了這首歌的全物 一首很有巧語 清聰感覺的歌 好 他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有了我 我擁有你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離開我 去遠空跑向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外面的世界很難 當你覺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我會帶著你 我會帶著你 每當夕陽西沉的時候 我總是在這裡傍迫你 天空中雖然飄著雨 我依然等待你的回憶 你很會帶著你 在圓周寶松教授這本在乎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拥有我 我拥有你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离开我 却远空傲向 外面的世界很不耐 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我还带着你耐心的等着你 我还带着你 有意义到哪里离开心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外面的世界很淡 让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我还在这里赶紧等着你 每当夕阳牺牲的时候 我都在这里赶紧 天空中随让飘跟雨 我依然恨在你一回心 我依然等着你一回心 我依然等着你 吃饭吃人人吃 雷霆881说香港人话 11点 雷霆881新闻报道 现在游旁燕幸福导新闻 巨峰 牙尔马抵达佛罗里达州 加卡桥岛带来狂风暴雨 并落得最高阵风风出达到每小时215公里 风暴引发当地手中致命车祸 造成两人死亡 全州130万部停电 12万7千人入住近500个庇护中心 佛罗里达州州长施波特指 目前最重要的是祈祷 祖父特朗普承诺会动用所有联邦政府资源 提供活作 潘晓阳报道 巨峰亚尔马的风眼中心 在当地时间早上9点 来达美国佛罗里达州招倒群 带来狂风暴雨 美国国家巨峰中心指 亚尔马吸收近岸的温暖海水之后 再次增强为四级巨峰 路德的最高阵风风速达到每小时215公里 亚尔马以时速13公里 向西北方向移动 吹向坦帕市 目前略过基位斯特 抵达卡桥岛 巨峰所经之处 树木被吹倒 海面翻起巨浪 多处出现水浸 国家气象局预计 亚尔马在当地时间星期一的凌晨 抵达人口沉迷的坦帕市 胜比德堡地区 而据严重破坏力的暴风 涌浪 龙卷风等等 会被风暗中心先行到达 当局已经向佛罗里达州南部 多个地区发出龙卷风警报 亚尔马以后引发当地手中 风暴致命车祸 两架车在公路营头相撞 两人死亡 另外佛罗里达州目前 有130万户停电 佛罗里达州政府 下令超过650万人撤离 占全个州 约三分之一的人口 12万7千人 入住近500个庇护中心 7千名国民警卫军戒备 而没有撤离的民众 东局也呼吁他们 留在室内躲避 佛罗里达州州长 斯科特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 目前最重要为佛罗里达州祈祷 他与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特朗普承诺会动用 所有联邦政府 一切的物资提供援助 特朗普又说 亚尔马极具破坏力 居民要以安全为先 迅从政府官员的指示应对 虽然在东面的卖颜物 不会直接受到吹责 但是在当地的华人邓小姐说 风雨已经开始增强 部分地区实施戒严 大部分人全市 每条街都已经是 我们这里已经开始戒严了 因为我本来就在 另外一个地方住的 就已经将一些枪 拿一些木板凸了 去伤害防风的铁板 和一些杂板 迈阿密警察部门说 因为警员都为安全起建避难 所以无法接听求助电话 呼吁市民不要外出 不过也有市民走到 沙滩观看风浪 而亚特兰大使也首次发出 烟大气庭警告 预计最高阵风风速达到每小时88公里 呼吁民众加强防风措施 亚尔玛被称为大西洋历来最强飓风之一 也都是吹袭美国第七股最强烈的飓风 即使05年吹袭新奥尔良 造成巨大破坏的飓风卡特里拉 都只是三级飓风 美国德州和路易斯安易州早前受到飓风派为黄素 连同亚尔玛吹袭佛罗里达州 是有纪录以来 美国首次在一年里面受到两股四级飓风吹袭 而紧随亚尔玛的另一股四级飓风河塞 路径和亚尔玛大致相同 预料受影响倒罪有可能再次受到暴风雨冲击 商业电台记者 潘晓阳报导 教育大学继续调查 有人在民主场针贴鞋落教育局副局长蔡入年 以及冒犯以顾勒贝尔和平掌得主刘耀波 和他妻子的海报 教大学生会向校封发公开信 和四百多人教练主信 表达不患校方泄露 针贴鞋落蔡入年标语加闭路电视片段 要求校长中人难道歉 承诺不再干预民主场和其他游学生会管核的用地 继续局政治助理思想辉是一个活动致辞事 提及近日社会上有很多不同言论 包括大学生会的比较能力的言论 以及网上加工的言论 令他反思继续工作相当重要 他说礼貌同代人处始终要 强调分得要放在智慧前 只如过老分得的人 即使学业成绩再好 将来难以有太大成就 或者为国家和社会作贡献 体育消息 经超联赛 搬离在主场1比0小胜水晶宫 全取三分 开赛三分钟 经时活得为搬离先拔头筹 保持1比0胜果直至圆场 搬离四战能胜一和一负得七分 排联赛榜第七位 后广首架万联三分 水晶宫四战全副一球未入 排到数第二 如果持续保持退势 领队弗兰迪宝亚最为可能不保 这是新闻报道的 天气报告 职股偏南汽流正影响广东沿岸 在下午8点 以带风暴泰里集结在马尼拉尔东 大约1880公里 而遥向西北偏西移动 时速大约25公里 横过西北太平洋 而向台湾至雷宋河合一带 并逐渐升强 香港地区今晚 明天天气预测 大致天晴 但明天局部地区有骤雨 最低气温大约27度 一旦炎热 最高气温大约32度 吹青露寺和缓偏南风 希望随后冷深入 部分时间有阳光 亦有几次骤雨 现在气温是29度 相对16度或83度 民间土地资料专家组的成员 李永达他们就有个土地供应专责小组了 究竟是跟他打对台还是打平台呢 我相信我们都算是关心这方面政策的朋友 我打算林郑月娥选人 都说我们要收补社会司来吧 一出个名单这个委员 很有龙镇的感觉 最温和的民主派都不会找他做委员 至少你有两个两三个 都叫里面有个叫大便门 陈志云 郭之仁 陈聪 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雷霆881 讲香港人话 打支针就后生回来了 用这部机就立刻就十磅天 我们有闻声代言 信心得肯定有保证了 醒醒吧 不要让他催眠了 接受美容程序之前 应该先了解会做些什么 由谁去做 用什么仪器 有没有潜在风险 会不会有机会引起病发症 例如受感染 或者留下疤痕 记住要了解清楚 才决定做不做 吴文吴通式 割文教育 同样 即如我 我加哥 即如我 让我与我再加上你 温度将是高近多 有没有潜在风险 他这个人真是很好谈 他的名字叫做 汤绍星 汤博士 听你说我突然间 上日 是的 我记得有一部这样的戏 说过这些理论 他叫做虫洞 说与你学得很有关系 我家里的灭虫的 有百里的人就说有虫洞 这些虫洞 与那些虫洞有什么分别 究竟虫洞有什么用 从哪个人起这个名义 即是无论蛇洞 或者是明洞也好 你好 其实讲而相对论 就真的有虫洞这个解释 就是你可以由 爱因斯坦方程里面 去推导到 时空真的可以扭曲 而扭曲到某个程度 真的可以形成一条隧道 快点坐时光机回去吧 我很怀疑 爱因斯坦平时是做什么的 怎会想到这些东西 我们平时落下来吃饭 就是想东西了 就是想到人口袍 对了 加加落 计数了 还是昔酒炒米也想到 羊酒炒饭 对了 格格底好了 他想到这些 还要有方程式 慢慢推进 可以推到出来的 可以推到 其实时空两点 可以是透过重洞 但问题就是 究竟这个重洞 是不是真的在时空上 是不是真的稳定 有什么机制产生去呢 或者你经过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能够 不会加碎呢 你知道 譬如黑洞 密度很高的 你跌到黑洞中心的时候 就所有东西都加碎了 基本上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就没有可能 穿越它 那究竟重洞这件事 存不存在呢 在真实的宇宙里面 有没有机制产生重洞呢 还有 如果真的有东西穿过它的时候 它是不是真的稳定呢 或者会 它变成了石 变成了能量 散了呢 其实我们现在的物理学 暂时都不是完全明白的 虫洞呢 有时候我们可以有光束之类 那么大个物件 整个人那样 点动你光束 没有那么多能力 我们先弄一粒粒子去试一下 虫洞可不可以用那个理论 形成一个很迷你的小型的虫洞 都没有 完全没有做到这个 全部都是概念理论 对了 你说这样会不会很离地啊 就是重洞这件事 重洞这件事的确是很离地的 但是问题是 为什么我们还要相信 果然相对论呢 因为果然相对论 的确真的预测到很多 我们真的平时预测不到的东西 以前牛顿力学 有些东西真的预测不到的 现在相对论 出来之后真的可以 譬如水星的轨道歪了一点 歪了多少 歪了43秒 43秒完全可以用 果然相对论论计算到 exactly就是43秒 没有多别人太少 那那种人是不是真的外星人来的呢 没理由这么久才能听到这个 对了 就是了 就是了 无端端 不如 写了一条鸾 那条鸾 就被她搬天书 你今天洗车有没有用GPS 开车有没有用GPS GPS呢 其实呢 是用了相对论的 为什么呢 因为GPS是靠卫星的讯号 射到你的电话里 去看一个时间 然后就知道 原来我现在在地球上哪个位置 对不对 要求那个时间 其实可以很准 对 但是相对说你的海星正在飞 你正在飞的时间和地球时间 差很少一点点的 对 那你的讯号经常来的时候 地球人也差一个点点的 对 那你要相对论修正了这个东西 然后你现在有GPS 就准了 才准的 如果你不修正这两件东西 你不用相对论方程去修正的话 你的GPS在两分钟之后 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然后就飞了 然后就飞了新间 不是 二十几年前 刚刚那些水货车来的时候 就是这样 我经常去到隔离马路的时候 在隔离那里 在隔离那里 正在走着 不知道是不是那时候 没有相对论修正 你也有第一次代的 那时候的讯号不好 我看完一套日本动画片 真的感到哭 那一套是说因为 随声敲近地球 而弄到时空交错 男女主角的灵魂 换了一部戏 跟物理学有没有关系 如果真的有火随声 靠近地球 然后物质或引力 会怎样影响到 有没有机会 真的出现时空交错 时空交错这件事 实际是很FF 你在说是英语 对 我通常是FU 我们的最终幻想法 时空交错那些 那个是什么 你的名字我的名字 对 这个真的 你有没有看 我有的 你有没有哭吗 没 你这样子很高症 叫你哭得一百个声 这么淡吗 对 大陸是有哭得一百个声 你旁边那个 有没有哭到他的声音 没有 他哦 他是声音 你很难 你无法逻辑 你无法逐温 女儿的哭得 我是女儿 你别在这个物理学 对 真的 喂小女儿 我要吃食肝 那這個彩星突然撞到地球 令它們有這種引力 是否真的… 其實彩星落地球不是第一次的 即是… 經常都有的 是 隔壁中 即是整顆彩星撞到地球 就死了 小的那些叫暈石而已 小的暈石而已 暈石撞到地球沒甚麼東西 但是如果有一顆東西 不用大 20公里 20公里很大 20公里即是一個香港島 不想大大一點就行 10來20公里 一個香港島撞到地球 可以令我們的地球生離 就死得差不多了 冰河時期的 對 沒錯 就好像6500萬年前那些恐龍 就相信給我們知道 有一顆暈石的恐龍 就令它們死了 我們香港也不必有20公里 這麼大塊東西 反正呢 如果好像我們的納米樓那麼大 這樣滾下來有沒有事 納米樓那麼大 但是很貴的納米樓 不是呀 那滾下來看它影響有多大 納米樓滾下來也影響大 可能是變成一個大鹽戶的 譬如亞利桑拿州有1.2公里的 其實一間大屋